大家好,阿晴 閩南語有一句諺語 毛蝦蝦也好 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自我安慰 會有這句諺語的原因呢 是因為古早時代僅能吃乾蝦米 即便是活蝦 也是小型的西蝦和蝦 吃起來沒份量 自然不比魚類撐頭 而現今蝦子又大又好吃 滿滿的大海鮮味濃縮在其中 不論是水煮、清蒸、各式的烹飪方式 都絕對是掏客的最愛 如果做個試調 或許蝦子會榮登台灣人 最愛海鮮排洋榜冠軍 但講到吃蝦 大多數的人都會覺得 吃蝦可能導致膽固醇過量、超標的迷失 我們先來講講蝦子的營養成分 一隻蝦子的熱量大概也只有12大卡 根據衛福部食藥署 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顯示 每10隻蝦的膽固醇含量 約等同於一顆雞蛋的膽固醇含量 更重要的是 蝦子更具有低熱量的營養特質 幾乎不含碳水化而物 屬於高蛋白食物的一員 所以呢 適度的食用蝦子 不僅有助於降低心臟病發作 還有助於增加血液中 好膽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含量 對於維持大腦健康有一定的益處 但因為海鮮或動物的肉 挑鈴含量都比較高 所以有痛風的患者 若不想要再繼續追風的話 還是少吃未妙 好!今天就來介紹一道 濃濃大海鮮味的下韭菜 香料大蝦 來!今天的主角 蝦子 蝦頭先剝掉 蝦殼的部分我們就把它翻過來 剝掉之後呢 就可以拔掉了 留最後的這一節 蝦頭跟蝦殼的部分不要丟掉 可以拿來熬湯 會非常的鮮 好!接下來開背 把沙餡拿掉 接下來我們用餐巾紙 吸乾它的水分 擦乾之後我們給它抓醃一下 鹽巴 黑胡椒 抓一抓 好!放個十分鐘 蒜頭 將會撒到 下水分 才能夠做? 放一刀 洋蔥 半顆 大辣椒 香菜 九層塔 完成 好,我们今天用橄榄油 蒜头 洋葱丁 把虾摆进去 盐巴 黑胡椒 好,准备出锅 好,准备出锅 因为这次买的虾子特别的大 在咀嚼的过程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保准 一吃进去的同时,你会感受到整个口腔里面 满满的鲜甜味 然后再继续咀嚼之后啊 你的鼻腔里面 虾子的味道会从这边 这些香料们搭起来真的是绝配 也因为洋葱的分量加得够 所以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饮料都变甜的 应该说这样的搭配 每一种香料都有它自己的味道 但是呢,今天主角是虾子 所以它们的味道不会互抢 是互相辅助的 咀嚼完吞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那个虾子的鲜甜味 会从蛇根的地方再往回串 这饮料会不够喝 香料大虾 试着做做看吧 感谢观看